11月7日是金马解研25周年金门县乡土文化建设促进会 今天起在京城镇同安谷渡头碉堡坑道 举办战地36金马解研25周年展 包括金门县长陈福海 于金门战地戒严时期两度 接任金防部司令官的胡脸将军孙子胡敏玥 长期参与金马民主运动的福建省政府秘书长翁明志 千里伟陈清宝等人都出席开幕式 这次展览展场在同安谷渡头碉堡坑道内 展期及起至12月31日 展场内搜集金马戒严军馆时期 什么都被管制难得留下的影像与实物 欢迎大家一起回顾见证这段金马地区白色恐怖阴霾笼罩的历史 以这段金马人民共同记忆作为展望未来的印记 金门倩乡土文化建设促进会理事长 现议员陈昌江表示 1956年至1992年这36年岁月 金马地区实施所谓的战地政务实验 金马全民皆兵 实施军管戒严 那段岁月对金马的影响既深且远 因为它改变了金马历史 影响了金马人的前途 金马人民现已远离战地36年的阴霾 我们可以抛弃痛苦 忘记仇恨 但是历史不能遗忘 判见府能与重视金门人民曾经历的苦难 留存历史图像等记录 最好能成立金门战地政务与戒严 时期实物纪念馆 陈福还表示 政治立于建构两岸友善环境 历史可被原谅 但不能被遗忘 这次展出还原了戒严 时期金门人民遭遇种种不公平待遇 内容发人申请 他回应主办人陈昌江的呼吁 承诺县府将会接手举办这项有意义的活动 还给金门转型正义 金门民主运动新封福建省政府秘书长翁明志 前线议员林金亮与前立委陈青宝也先后致辞 回顾过往争取解除金马二度戒严能力成 陈青宝情绪激动 数度哽咽说不出话 金门县乡土文化建设促进会理事长 县议员陈昌江 又依说明金马军管的岁月对金马的影响既深且远 记者蔡嘉珊摄影分享移民署金门服务站专委陈祥林 又与金门县文化局副局长黄雅分 左也一起 前名见证这项活动 记者蔡嘉珊摄影分享战第36金马解研25周年展金甲同安肚头举行 运会的贵宾一起敲响和平中 记者蔡嘉珊摄影分享金门县乡土文化建设促进会理事长 县议员陈昌江 左依说明汽油桶因为有福利 以前也是管制品 记者蔡嘉珊摄影分享金门民主运动先锋福建省政府秘书长 窩名制止着墙壁上的证件之说金门民众进出台湾需要申请台湾金马地区往返许可证 简称金马证相当不自由 记者蔡嘉珊摄影分享战第36金马解研25周年展甲同安肚头碉堡坑道举办金门县长陈福海 幼四等人一起参观展场内搜集金马戒严军馆时期留下的影像与食物 记者蔡嘉珊摄影分享